红六洞见 左右逢源 我是洪淑芬 我是李洪源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李洪源教授 来到节目当中 因为有太多太多的网友在敲碗 问说 为什么好像这一年 很少看到李洪源教授 出现在媒体上面 到底这一年李教授在做什么 在忙什么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想其实我过去 大概有很多的时间都在国外 帮越南 帮泰国 印尼 美国 很多的国家协助解决他们的问题 但今年月疫情的关系 也没有办法出国 所以这一年都在国内 都在国内 但是透过视讯 透过视讯 所以事实上还蛮忙的 哪一些项目 比如说下礼拜 我们就跟越南的一个省长 几个官员 跟他们代表驻台湾的大使馆 谈越南的一些问题 我们该怎么办 然后等双方通了以后 我们已经可以马上做了 不用从零开始 然后跟荷兰的一个大学谈 其实我在帮在缅甸设立一个生命和平大学 设立一个大学 设立一个新的大学 那基本上它是要协助这些开发中国家 解决他们的问题 第一个 老师你不觉得台湾有更多的问题要解决 你用力在国外去 但是很遗憾的 全世界除了台湾我帮不上忙以外 其实最近都在忙着协助其他国家 那对我来讲 我的逻辑是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当然有能力在台湾贡献 我们就在台湾贡献 但是道不行乘服服于海 所以而且我在明年就退休了 你不能退休 网友不让你退休 你可以贡献的事情太多了 不能退休 我能贡献的时间很有限 所以我现在其实很多国家找我 都很乐意帮他们 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人 也要慢慢的调整自己的心态 调整自己的眼光 把自己从台湾抽离出来 第一个当晚台湾非常重要 这是我们的家 可是我们台湾从头到尾 我们都有一个迷失 认为我们是世界的中心 但是我们不是 而且我们台湾要善尽一个 国际公民的一份子 就是我们到底有协助了 其他哪些国家 你跟 譬如说我们就举荷兰 荷兰一个这么小的国家 人口面积几乎跟我们一样 他们是援助世界第二名 他们是花了很多精神在协助其他的国家 事实上日本韩国 你会发现他们在东南亚非常的活跃 可是大家有没有看 他们在东南亚 他们援助了多少的project 他因为援助了 所以就把他们的产业带进去 他们的所有影响力就带进去 这是一个另外一种方式 进入到一个国家 跟一个国家的合作 你的出发点是一个帮助这个国家 但是事实上也同时的把经济 同时的把人才的 互相的交流到这个国家去 所以佛教不是讲嘛 先舍才能得嘛 做人也是先舍才能得 老师这是非常高的境界 一个国家的外交 当然我们要赚人家的钱 那是理所当然 可是你在赚人家的钱的时候 你要不要先投资呢 你要不要先表达善意呢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 当然我们政府号称 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当然我相信他们有做 也希望他们有做 但是站在我个人的立场 我希望把我的专业知识贡献出来 比如说我市场三四多年 三四年来 我大概帮忙越南做 整个国家的防灾规划 现在我希望也可以 规划以外我希望可以落实 可是当初我在规划的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我的口袋不够深 我不可能从我自己口袋拿钱出来 那你的金元从哪里来 没有啊 所以我现在必须要在国际上找澳元 其实最简单的 最容易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当我把它规划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台湾国家可以变成说 好那第一个示范计划 台湾投资 就台湾我来这个案子 我做出来 让所有人看到说 原来你们台湾的产品这么好 你们这么棒 那未来所有的规格 是不是就用你们台湾的 所以你就因为这样一个小计划 最后你就可以进到人家的市场 赚你应该要赚的钱 这个才是 所以你现在在节目上讲之后 很多的企业家看到了 应该就会开始惊援你了 不是 其实 假如大家有注意的话 越南在三个月重创 三个 一个月进去三个台风 就是整个被天灾重创 然后死了好多人 他们跟我讲说 一本死了几个非常高阶的公务员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 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台湾 在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早期 台湾的外交非常成功 我们这么小的国家 外交非常成功 为什么 农耕队 对 我们派了最好的专业人员 到全世界去帮人家 解决灌溉问题 种粮食 解决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外交非常的厉害 那我那时候 我看到这个新闻 我就马上想到一件事情 我说我来 组一批专家 进驻越南 就说我们就另外一种农耕队 但是这些人是带着专业进去的 所以老师你现在做的是个人外交 你带了一个团队进入 做了一个个人外交的方式 但是为什么这些人可以去 事实上我们台湾 现在大家都讲高科技 可是我们都把谁给忽略了 我们这些农田水利的 这些水利的农会 这些是我们台湾的瑰宝 我们自己没看懂 那这些人六十几岁都在家里闲着 都退休了 都闲着 我就把他们组织起来 到东南亚去 到越南去 然后呢 让他们的生命可以继续发挥 把台湾的这个专业带进去 慢慢的台湾的产业就进去了 但是我现在真的是 很多的观众在听啊 我这样的一个操作的经费 我不要越南政府的钱 那你的钱从哪里来 我来募款啊 我也不要台湾政府的钱 所以你是从国际上的钱 也不用我来募款 就是说我已经沽了 事实上一年不会超过一千万台币的 这是很少的钱 所以这批人在那边 他的待遇合理 然后这钱是我们出的 我要他们欠我一个人情 那当他欠我一个人情的时候呢 我们有八万台商在越南 然后大家都没募修 根本没 政府没办法给他任何的 保护 可是我们现在政府不是在讲南进吗 那这些台商应该照理说会受到照顾 但是我可以告诉一个真正的事情 我们的代表在越南 在这些国家 你要见到人家的部长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你要解决问题 我们代表处的同仁是很辛苦的 可是问题是我们要是把这个credit做出来以后 其实我们就可以从商业力量 慢慢慢慢找到政治的支撑 然后这些台商在越南 他以后说的事情他都会很方便 所以对我来讲 这是我有可能会带来的一个效应 但是出发点 我是要协助你们 大家一起来解决你的防灾问题 所以我的出发点一定是先给 至于得那是自然就会随到渠成 那你今天要是不做这个动作 你一天到晚想说我要赚人家多少钱 我觉得这个出发点是不对的 所以台湾真的我们应该要好好的重新思考我们的方向 我们要善尽一个国际公民的这个义务 你做到这一点 你不要一天到晚想说我要进联合国 我要进什么国际组织 当你把这些好事情都做完了 人家觉得说哇你们台湾人真的很棒 但是我们现在所看 很多事情会水到渠成 可是我们现在所看到是国内花了很多时间在内耗 在政治上的内耗 所以我为什么会从荧幕上消失 从很多地方消失的原因是我不想 老师不能消失一定要再出来 我不想再被内耗 老师不能消失 就接下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老师会在各个面向提供我们很多的 对政府的建言也好 或说老师目前正在做的事情也好 那除了越南之外 荷兰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另外是一个project 是的 荷兰我从2000年开始就在他们的一个大学 他们叫做UNESCO IH 事实上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大学 专门在训练开发中国家的这些公务员 我一直是他们的客座教授 长期跟他们合作 所以我推了 我们一起推了很多的东西了 包括三角桌联盟 包括最近我要希望把他们一起带进东南亚 但是很遗憾的是我当初设计是 台湾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三藻洲联盟的一个 共同发起的国 但是 但是我们答应了很多事情都没有做 我们该负担的我们也没有负担 你是指在蔡英文政府时代 从陈水扁时代到了马英九时代 事实上我们每一个timing都miss掉了 都miss掉了 所以到了今天 我们一直想急着进到佛际组织 可是问题是你从来没有想到说 你要不要说先做出一点 credit出来 你才有资格去跟人家谈 我真的很遗憾的是 大家尤其是政府最喜欢讲什么 我们被中共打压 但是事实我们是真的被大陆打压 可是我们也没有想过 这个被中共打压 变成政府不作为的最好借口 这个尤其是民进党政府 这第二次民进党政府上来以后 反而激化了两岸关系 其实这个我觉得当然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我们在国际上的路会越走越窄 可是我们也没有想过 我们有两百万台湾人住在中国大陆 当我们跟大陆的关系搞紧张以后 那我们这两百万的台湾人 他们不是自己的同胞吗 他们该怎么办 他们没有任何的backup 而且他们可能这样子变成说 现在大陆的一个氛围是 他们可能不好用仇视了 他们对台湾人已经基本上是不友善的 那这样一个氛围 那我请问那两百万台湾人 在大陆他们怎么办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 你觉得你讲一句话 你觉得很爽 我很有gots 我今天可以跟你 结果台商在那边必须要接受 承受那样的一个后果 对 台商必须要承受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 那两百万人也是我们的人 前一阵子疫情的时候 我们对他们是怎么 不要说对大陆人 对我们自己的人 我们是怎么样对待他们 所以这种东西都是大家要坐下来谈的 我常常讲我们真的 我们只要认分 我们是一个小国 什么叫做小国 小国就告诉你很多事情不能做 很多话不能说 小国只能迂回 你根本惹不起的人 你就不要惹 事实上你讲起来很爽 但是都会对我们造成很大伤害的事情的话 你不要讲因为没有意义 真正好好埋头去做 然后呢真的我们其实外交就是要谈判 你觉得现在蔡政府她在做的事情 就是讲太多这种仇事的话 或者说成口一时口快的话 是我觉得不聪明 而且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就举一个例子 我刚刚讲我在荷兰的UNESCO IHE 担任教授 很长一段时间 结果陈水扁那时候搞什么 烽火外交 对不对 陈水扁那时候不搞烽火外交 跟大陆的关系弄得非常紧张 结果我有一天就收到他们校长写一封信给我 他说李教授很抱歉 从明天开始你的国名改成中国台北 中国台湾 我们本来叫做Chinese Taipei 大家都相安无事 奥运模式 结果你去跟大陆计划 计划的结果大陆给他施压 他们校长就写了一封信给我 他说很抱歉 所以连荷兰都受到影响 因为他是 都受到压力了 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单位 他说很抱歉 从明天开始你的国名改成中国台湾 可是你要去弃中国大陆吗 还是想说那为什么你没事去捅这个马蜂窝呢 我们根本捅不起你去捅这个马蜂窝 结果受害的是谁 受害的是我们自己 就变成说我明天我的国名变成中国台湾 然后我们的学生在那边拿到毕业证书 他的国名写着中国台湾 那你觉得他拿上这些毕业证书到台湾来求职 我要是在我的履义上面写的这一段 我不是被人家骂死吗 可是问题是是我愿意的吗 那他也只能到中国大陆去找工作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就慢慢的我们的学生就不敢再去的 因为你拿出来的学历 可能在台湾会造成一些困扰 那我呢 当然我已经well established了 我也没有很care 那个履义对我来讲也没那么重要 可是我想举这个例子 对年轻人来说 对年轻人来讲它非常重要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的原因 就告诉大家说 当然因为这样大陆打压我们 这是国 因是什么 因是你去搞烽火外交嘛 你没事去逼他出手来修理你 然后最后受害的是谁 受害的是自己 但现在的蔡英文政府 也是不遑夺让 也是这样的方式 所以这个东西慢慢的 大家看到什么 我们RCEP没有在里面的 你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吗 所有的国家互相免税 我们的货物出去要克 克很重的关税 那我们怎么办 然后呢三天前四天前 大陆跟欧盟签了一个投资协定 你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吗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然后拜登上来 美国的政策是什么 你觉得不重要吗 我们盲目的一边压 压特朗普 那你觉得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举动 你觉得是一个训练有素的 那你觉得现在蔡政府是不是要改头换一下 跟拜登好好的再修补一下关系 美国到总统大选 我们本来就不应该选边站 关我们什么事 我们干嘛去选边站 第一个 第二个 川普已经明显的输了以后 我们还继续跑去跟人家签了一堆什么东西 然后又买了武器 又开始美租进口 所有东西我看起来 当然我不是外交专业 但是我看起来都很奇怪 那你 你要不要好好的 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去跟拜登的政府 好好的谈 很诚恳的谈 因为要去修补关系 第二个 我们也必须要认清 现在欧盟跟大陆的关系 未来美国跟大陆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相信不会维持川普的那个政策 他要跟着转变的 那当他们都在变的时候 我们能不变吗 问题是我们怎么变 我们是受制于人家 那受制于人家 你自己要怎么变 好那你要怎么变 你要先盘点 你有多大本事 你有多少能耐 你要去跟人家谈判 你有什么筹码 这个东西都是要弄清楚的 所以 然后你在国际上会有哪些奥元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我们要 这个外交其实是内政的延伸 其实我们今天很遗憾的是 我很难再看到很多 有能力在国际上跟人家谈判的人 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政策的 最后的结果都很奇怪 过程也都很奇怪 然后用的一些人也都很奇怪 然后这就是consequence 我们看到最近蔡同学 老师讲的蔡同学 我们的蔡总统蔡英文 她在亚洲周刊上了她的封面 但这个封面让我们觉得真的蛮诧异的 因为亚洲周刊将她批评为是民选独裁的英皇 之后最近一起 亚洲周刊又继续的批评说 因为蔡英文政府关台 关了中天新闻台 然后莱主也强行的通过 包含了有一些异议人士都被查水表 所以她认为民进党是威权复辟清出于懒 老师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就是说蔡英文总统在亚洲周刊 居然是被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形容 我觉得这个当然对台湾的国际形象 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那台湾的政府 民进党也觉得他们很委屈 那我觉得说你要是觉得很委屈 那你就证明给大家看说我们很民主 我们是不是检讨一下 我们你们过去的作为有哪些需要检讨的 把自己把民生再把它争取回来 而不是一味的讲说我没有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今天的媒体是被控制的 看到的是过去民进党一直讲说 这个政党退出校园 可是今天 但现在完全不是 今天在校园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 并不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们在去年其实在国际上一度生育还不错 就是我们在做防疫的时候 包含我们的口罩政策 包含我们的防疫 然后甚至纽约时报呢 最近他也说了台湾跟全世界几乎是一个平行空间 但是他的话语当中又有一点担心 会不会台湾这样的锁国其实是锁不住的 或者说内部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 能够做多久 我觉得台湾目前的状况是有点诡异的 好 那刚刚老师有提到说 现在蔡政府它是控制的包含媒体 包含控制的一些言论 那有一些可能是用它的金钱的方式去买通的 但好像他没有买到亚洲周刊的业配 不然只会被刊出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你怎么看待现在民进党 是不是跟你所认识的民进党已经不一样了 我跟网友说 民进党现在已经好像有点变成怪兽了 已经变成一党独裁 我觉得当然民进党里面有很多朋友 我觉得大家要谈民进党 我觉得还不妨去请教那些当初创党的前辈 但是那些创党的前辈 现在似乎已经没有在民进党里头 我知道 但是真正的民主价值 可不可以请那些前辈告诉我们 你当初创了这个党 你们今天也两度执政 几乎掌握了台湾的所有的政经的东西 那他们要是觉得自己讨论 觉得有不对 是不是你们自己来检讨 因为一个民主国家 最重要的是平衡 制衡 可是今天制衡的力量好像消失了 因为媒体变成一言堂 然后立法院现在居然没有政策辩论 立法院就是表决 我今天要干什么都表决 过去国民党实在给人家 对国民党员最大的诟病是什么 我们都一直在跟他妥协 我们什么东西都在跟台联妥协 我们很多东西都花很多的时间 希望大家可以达到共识 除非必要 我们才动用表决 我的印象中 我还没有在立法院看到举手 因为一举手蓝军一定赢 所以在那时候假如 这个那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 节制自己的权力的时候 我是不是也建议 现在的执政当局 把我们的民主精神找回来 虽然表决一定输你们 之前的国民党看起来还蛮君子风度的 现在的民进党大多数的权力在 但是它变成有一点阿霸 但是我短期 他们好像享受到他的政治的利益 可是长期他会受害的 以我的判断 长期对民进党这样搞下去 你觉得期限多久 我们台湾选举是四年一起 对不对 他一不小心 可是接下来就2022年的 2022的选举是一个turning point 我觉得请他们悬崖乐 不是说为了哪一个政党 是为了台湾的未来 请他悬崖乐 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也希望 我们蓝军的这些 还在政府服务的人 还在民意机关服务的人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 非常专业的论述 虽然声音出不来 但是你要有论述 我实际上我过去在政府服务 even到今天 我一直在强调的是什么 台湾的政治的专业不见得 事实上政治是很专业的 从防疫到水 到这个人口到所有的东西 他都有他的一个政治的专业 可是我们今天台湾的政治的专业 不见了 以前过去 因为外国记者来台湾采访 过去的新闻局都会主动 把他们带到我的办公室来 台湾以后大家都很沉重 他们就问我说 那我对我们有没有一句最后的comment 我就跟他们讲说 我最后的comment是什么 我们的国家被我们的民主制度给绑架了 你们好好想想看 我们是个民主国家吗 民主国家有这么干的吗 现在更不是民主国家了 我们有一个民主国家的外貌 但是股子里面民主精神在哪里 少数 我少数 我投票 一定会输给你 但是你要让我把整件事情论述清楚 我说服你 就是说 我们可不可以compromise 你提出你的政策 我提出我的政策 大家compromise 大家还记不记得 前治安计划提出来的时候 8000亿 要盖4000亿的轻轨 信誓旦旦 这8000亿不盖 我们台湾就要完蛋了 结果呢 那时候我们就讲说 我请问你 台湾有4000亿轻轨的空间吗 结果现在那4000亿的轻轨就 就静悄悄的就不见了 那为什么你当初在讲话 在投票的时候 这个信誓旦旦 你还通过一个叫做 这个前瞻计划特别条例 然后你今天假装它没发生 那请问你这是民主吗 老师其实跟蔡英文 也有一点点的共通点 就是亚洲周刊 在最近报道了蔡英文 但是其实老师是在 5年前的时候 就曾经上过了亚洲周刊 而且可能是目前亚洲周刊 为二上过封面的 那第一位上封面的就是 就是老师了 其实那时候老师就已经提出了 对一些民粹魔咒的一个看法 老师可不可以谈一谈 在5年前的时候 你上亚洲周刊的这个封面的内容 那个时候其实对政府就提出了很多的建言 那时候因为总统大选快到了 我就把我政府服务的经验写了一本书 叫做台湾如何成为一流国家 变成畅销书 结果亚洲周刊不晓得怎么注意到这本书 就派了一个记者来采访我 这个周刊花了8个page介绍我那本书 而且新加坡也注意到这本书 他们的海峡时报好像是 也派了一个记者来赚程采访这本书 所以把我这张照片变成封面照片 那时候还在南军之争 我有一次碰到那个外交部长林永乐 林部长他就跟我讲说 他说林部长你花了多少钱 上这个封面 应该是买不到的 不然的话赛英文应该不会上了封面 所以这个应该是买不到的 其实过去亚洲周刊 因为它是一本其实蛮中肯 蛮好的一个周刊 当然我没有长期读 当然它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讯息 所以老师你在五年前对政府的建言 五年后是不是还适用呢 好 我告诉各位 我2016写的2015写的这本书 结果后来当然大家就看到了 这个政府民进党政府执政了 四年过去了 问题越来越严重 我又写了第二本书 我本来把想把 就发现问题越来越严重 我本来想把那本书的书名定义成 我们终于变成二流国家了 可是后来时报出版社跟我讲说 你不能这样子 太悲观了 太悲观了 所以我就把那本书定作 台湾必须面对的真相 就是真的我们要搞清楚 我们今天在国际上的情势 是非常险恶的 两岸关系是非常紧张的 还有全球气候变迁 我们要面临非常严重的缺水问题 今天教授要继续来跟我们谈到 有关于人口红利的部分 因为在2026年的时候 老年人的人口就会超过 总人口数的大约20% 那么国发会有发一个 台湾人口红利将会在2027年的时候消失 也就是说总人口会提早三年复成长 到2030年的时候 等于是说有1.7个老人要 1.7个年轻人要养一个老人 那其实我们的老人也不想 去造成年轻人的负担 我先讲一下这个人口红利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说它是在经济学上 人口红利是指因为劳动人口 在总人口的比例上升 所伴随的经济成长的效应 那么通常是发生在 人口过渡时期的晚期 因为生育率下降 使得受抚养的青幼年的人口减少 那么人口负担系数小于 或等于50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就是人口机会窗口期 这样子 我们先有个小小的小教室讲一下 老师怎么看待 就是我们现在的台湾的人口 已经慢慢的要变成一个高龄社会 甚至变成一个超高龄的社会 怎么样来划解 其实我人口政策的主管部会 就是内政部 我每一年 以前每一个月都要主持一个叫做人口汇报 每次他跟我讲说 哇部长完蛋了 少子化老人化 老人越来越多了 你不生小孩怎么办 我就跟他们讲说 你在我们内政部谈这件事情 没有用的 我们拿到行政院去谈 你刚刚讲1.7个年轻人养一个老人 我们今天老人的安养 老人的长照是靠外劳的 但是我告诉各位 再过三五年外劳不来了 为什么 第一个他们母国的经济起来了 第二个全世界都在抢外劳 第三个台湾人在对外劳的 reputation是不好的 所以人家不来了 1.7个年轻人养一个老人 一个人工作 一个人去照顾爸爸妈妈 不够啊 不是不够 你有本事吗 先不要讲够不够 你有没有本事 而且现在又是少子化 所以你不是照顾两个人 你是照顾四个人 所以这个第一个 我们人口结构出现一个很大的落差 第二个 我们的退辅制度会出现危机的 因为赚钱的人越来越少 然后必须被安养的人越来越多 那我们怎么办 我内政部只能想一件事情 我那时候就教我说 我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 我就交代我们的建筑研究所 研究老人的城市 老人的城市 不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样子 三分之一的老人在路上开车 你觉得这件事情很安全吗 危险啊 然后我们今天讲到叫做 这个叫做残 叫做什么 不是叫残障步道 就是这个 它有一个专有名词 反正就 障碍 障碍 就是一个友善的 让这些行动不方便的朋友 他可以行动很方便 我们只在讲一个建筑 我们没有想到一个城市 我们该怎么办 而且双北 你还有大众运输系统 你到了中南部 那老人怎么办 都在骑摩托车 所以包含城市的规划 城市的规划 城市的设计 交通的动线 都要不一样 但是我们现在社会并没有改变 并没有因为我们要高龄化 来做改变 完全因为 这不是一个 不有办法做的事情 这是一个行政院 该干的事情 你当你谈到老年化的时候 第一个 你就必须要谈税 你必须要谈到 你必须要谈年金 对不对 然后外劳不来了 那你今天的年轻人口怎么办 就是你讲的人口红利 所以我那时候就注意到 两个国家 有可能跟我们合作的 一个叫越南 合作 合作 有可能跟我们合作的 一个叫越南 为什么越南 越南平均年龄40岁 好年轻喔 他们是全世界最年轻的国家 他们有将近一亿的人 所以我们南进是对的 可是问题是 你南进的策略是什么 我那时候我记得 因为我参加过 两次的IPAC的代表团 然后我们有一次 这个总统都很客气的 请我们吃饭 问我有什么建言 结果他们就讲南进 结果有一个年轻人 另外民进党 很多这种年轻人来举手 他说我们台湾人要有骨气 我们要吸引越南的 一流的大学生 到我们大学来读书 我说 我说第一个年轻人 请务实一点 越南的顶级的学生 到欧美去了 中间的到中国去了 会来我们这儿的学生 其实 我们到了我的教室里面 我很难教的 因为我不知道该讲英文的 不知道该讲中文 这也是你现在目前 现在我最大的困扰 我现在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我们今天号称 国际学生的人数很多 对 就我一进到教室里面 做了一些外国学生 我第一个问题是 我要讲英文还是要讲中文 因为他们英文也不见得够好 他的中文基本上是不通的 然后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教 因为我 比如说我们学校的学生 像是联考 是学策进来的 他有一定的程度 这些人不见得有办法 match到他的程度 我没办法上课 所以你一个班级里面的程度 是不一的 语言也是不一的 反而妨害了我们自己学生的权益 那我们要跟越南合作 我们最适合的是什么 他们的技职教育 就是说我们吸收的是这一些专科 高中职的这些学生 因为台湾的技职教育 因为教稿也全部都被搞死掉了 大家最近所有的专科学校都要关门了 我们应该是跟这些政府谈说 你们把这些学生送到台湾来 解决我们自己的技职学校的问题 然后把这些学生训练好 好的我们留下来 然后想要回去的 回去台商的工厂服务 那今天不是 然后大方一点 学费我们出 现在其实日本就已经开始做这件事情 跟越南已经开始在合作 做得比我们彻底多了 我待会再讲越南 再讲日本 就说你今天学费我们出 这些学生训练完可以给我们用 解决我们的未来的长照问题 我们今天很多的劳工找不到人 这些人可以变成我们的一个支撑 然后台商在越南找不到懂中文的干部 这些刚好可以供应台商需要 是不是大家互相互补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假如说学费我出 你觉得在立法院会通过吗 以我们的民粹的氛围 大家都会讲说我们没有钱了 干嘛去给这些外国人奖学金呢 而且为什么独厚是越南呢 人口红利 所以好我就讲日本 你今天到河内到胡志明 你在国际饭店 在路上看到的最多的是 日本人跟韩国人 为什么 日本很早期他们就进越南 他们早就意识到 他的人口老化问题 他们的产业要外移 但是他想说他怎么样打进越南的市场 河内的国际机场是日本人送的 我盖一个国际机场送给你 我盖一条高速公路送给你 看起来好像送了很多钱 但是实际上他们日本人也收获其实才更多 他可能送了一千亿 到了最后赚了五千亿 你觉得最后是谁赢 而且他的 就变了很多的越南人 就会到日本去留学 他的顶级学生去留学 慢慢的日本就进入到他们的这些公务系统 行政系统 慢慢的规格就是他们的 规范是他们的 那这就是一个聪明的一个外交政策 可是这样话说回来 我们今天假如我要干这件事情 你相信你觉得立法院会通过吗 我们要送一千亿给越南 帮他盖一个国际机场 大家都会讲说 我自己就没钱了 我干嘛去干这件事情 但是蔡政府不是在讲南京政策吗 那你钱要用在刀口上面 就像我在前面讲的 当我把越南的这个防灾系统规划出来的时候 我现在就缺什么 我缺一个示范计划 台湾的政府你要不要投资呢 你投资下去 证明我们台湾的东西是好的 你最后的所有的规格是我来写 你觉得我们的产业能不能进去 先先补充一下老师 就是这一两年在越南所做的 防灾的计划的部分 我过去 疫情没有发生以前 我一年大概要去越南至少四次 就跟他们 跟他们第一个了解人家的问题 第二个我是觉得大家到尤其像越南这样的国家 你不要一直讲说我援助你 事实上他们是民族自尊心是很强的 我们一起合作来解决你的问题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一个三十年前的中国大陆 他正在起步 但是他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我越南在这里 我常常跟日本朋友讲 日本在这里 台湾在这 因为日本离开开发中国家太久了 他们已经没有开发中国家的记忆了 我们台湾我这个年纪的人 我们还知道开发中国家是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我就跟日本朋友讲说 你们在这 我们在这 越南在这 我们应该共同合作 去一起来协助解决他们的问题 创造商机 日本朋友完全同意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想象说 这样的一个国家 他需要一步一步怎么走 他想要一步到位 问题是不可能一步到位 我们很清楚 当初台北防洪是怎么干的 我们很清楚 这中间走的过程 我还有参与过 我还有这个记忆 所以我可以跟日本人讲说 你应该要稍微拉住江山 我们跟你合作 那假如今天搭着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我们可以 第一个 商机创造出来 营造双赢 那你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人家的人口红利才会到你国家来 人家凭什么到你这地方来 那再举另外一个 最适合跟我们合作的国家 大家都不敢讲的 叫做中国大陆 其实在马英九时代 那时候我们在谈 我们要收所谓的境外学生 我那时候就建议 我们应该要吸收 中国大陆B plus的学生 中国大陆A A minus都到欧美去了 他不会来台湾的 我们收到他的B跟B plus 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好的学生 因为他们大学的窄门很窄 他们的人口又很多 他们的学生到我们这儿来 其实是第一个 让我们很多没有学生的这些大学 有足够的声援 我们也有足够的吸引力 可是我们最后做出一个 四不像的计划 我们吸收他们的学生到我们这儿来 然后规定 不可以领我们的钱 不可以领奖学金 在规定 他闭了业以后 在一两个月之内一定要回去 结果你想了半天 就说我好不容易花了钱 花了精神把这些人找来 第一个他不领我的钱 他怎么做论文 他领我一个月六千块 事实上他 我应该要付他一个月两万块的 我还赚了一万四 结果他一肚子气 他说我这儿来 跟其他的国家的学生 我是一个不平等待遇 然后我们应该是好的学生 我鼓励你留下来 变成我们的人 那你是不是就把我们的人口的红利问题 也就跟着解决了吗 用他们的人 好处是什么 他没有语言的障碍 他同文同种 可是很遗憾的是 这一条比较好走的路 被我们在政治上 把它给block掉了 结果我们好不容易吸收了一些学生 但是在台湾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待遇 回到大陆去一肚子气 更仇恨台湾 更仇恨台湾 反正我们本来是该得到的 目的不但没有得到 而且反而制造了一堆不喜欢我们的人 其实美国今天这么进步 是我们这些留学生 也大部分是我们留学生把它给支撑起来的 他敞开胸怀吸收全世界最好的留学生 我们今天敞开胸怀吸收 很好的学生到我们这里来 然后把他赶走 因为我们的移民政策是什么 我们的移民政策是 我们害怕外国人来抢我们的工作 好 请教教授 就是有关于天网的部分 比如最近过去的一年 我们为了防疫然后呢我们设效了很多 利用个人的电子的仪器 包含像手机然后来监控一个人 来搜寻一个人 他的一个路径途径 那之前我们可能为了防疫 大家都很愿意的配合 那也因为台湾人的人民的服从 还有大家为了团体的那种个性 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配合 可是渐渐渐渐的最近有一个声音出来 就觉得说这个人的隐私的部分 是不是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在老师那时候 在当内政部长的时候 我们的整个的设备 包含我们的电信设备 可能都还没有到达这样的程度 所以还没有被讨论出说 这是不是有个人的隐私的问题 那最近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争议出来 老师怎么看待 我觉得我们先谈田野 我觉得为了防疫的目的 它是一个不得已的措施 我觉得那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未来 今天事实上政府要掌控一个人是太容易了 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片子叫做全民公敌 全民公敌有 基本上今天的世界已经演变成 全民公敌的那个样子了 就是政府要监控你是太容易了 你只要用了手机 你一定会被监控 对 所以有权利的人 他就必须要有另外一套机制 如何约束自己的权利 就是我今天为了某一个目标 我采取不必要 不正当 不得已的手段 但是他有他的界限 就像其实我们 我们就讲监听好了 其实监听三分之一是内政部 警政署在监听的 我们负责三分之一监听 另外有国安系统 有其他系统就不讲了 可是我们在监听一个人 当然我不会事先告诉你 我在监听你 但是监听结束 我们一定会发一张公文告诉你 你在哪一段时间到哪一段时间 你被监听了 但是这监听的东西 只能用在某些用途 会告诉对方说我监听你的理由 或是为了哪一个案子吗 基本上不会 但是我会告诉你 我监听你的哪一段时间 这个东西只能用在某些用途 这就约束政府的权利 所以我相信未来 你不要说天眼 我们这个天眼跟大陆比 那个是差远 这个他们基本上刷连 这个所有的电子设备 非常先进 我相信所有的先进国家 一定有这样的能力 都是有这样的能力 有这样的设备来 有这样的能力 就是拿这些设备来做什么 它的用途是什么 要非常正当 不然以今天的AI技术 以今天的这个网路 以今天的大数据 所有人无所遁形 不要说所有人无所遁形 所有的国家都无所遁形 所以变成说今天有权利的人 加上台湾 老师你自己本身有被监听过吗 哎呦 我被监听的习惯了 为什么 不是 你应该要理所当然 像我们在政府服务过这么久的 又这么爱讲话的人 这个你应该认为说你被监听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我从来没有收到一张公文 告诉我我被监听 但是你怎么知道你被监听的 你自己收到了当天的报告 然后说上面怎么会有我李后面的名字 没有 其实是有一次查一个案子 然后他们就打电话给 他们不知道这个号码是谁打来 我说我是某某人 他说 怎么是你 我说因为我们在 我们在查一件案子 我说 反正一定会 我觉得你只要自己行的证 你自己在你的该座的座位里面做 事实上你就假设你有被监听 但是我觉得有权利做这样的人 你应该要自我约束 第一个政府要定出一套自我约束的机制 可是现在政府没有自我约束 现在蔡政府就是让人觉得他控制了言论自由 他控制了很多他想控制的事情 所以是不是其实很多人被监听 或者说他自己本身不知道 或者说他也没有收到被监听的一个通知 现在的情况是不是比以前更加的严峻 所以我是觉得因为没有一个媒体的制衡 会让我们很担心 就说假如他们真的拥有这么大的东西 又可以为所欲为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变成受害者 所以就要当初我们监听我们的标准作业程序是非常清楚的 那我也期待这个所谓的电子围离 它是另外一种监听 它是一个更可怕的监控 我觉得 它可以在一大群人当中 一个跨年晚会当中去找出你在哪里 太容易了 这个很简单的技术 美国可以从无人机 直接把你在一个近距离里面就把你做掉了 这技术都可以做到 但是我们今天既然发生这个问题 我们希望政府提出一个监控一个人的标准作业程序 而且在法律上你一定要让他立法 他说这个所有的资料搜集是保存28天之后就会销毁 这是他说的 可是28天之内你已经被侵犯了 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子他不管28天 28天是谁定的 28天有你的 政府定的 但是你有你的专业的依据 所以我还是觉得找一群AI的专家 找一群资讯的专家 找一群法律的专家 大家来定出这样的一个监控的一个标准作业程序 谁来做 第一个谁来做 我们监听是三个系统在做的 那现在 那你这个是谁来做 怎么做 然后你的公文的流程是什么 你要怎么签报签报给谁 批了以后你才可以做这件事情 然后这个中间要如何约束 然后如何跟保障 这个一般民众的权益 那这个东西一定要在法律上把它规定的非常清楚 不然任何人都有可能变成受害者 当然为了防疫 我们相信它是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 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不得已的措施 但是在这个同时 我们应该要赶快把他的法源 他的作业程序 他的监控机制都要把它建立起来 OK 今天非常谢谢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